村长平常需要面对各种客户的设计要求 不仅要筛选出适合项目风格的画手 在找不到适合画手的时候 还需要有能复制出任何画风的能力 今天村长带大家一起进入 村民们探讨最多的话题之一 画风的神秘领域 什么是画风呢 设计领域有一个很贴切的词语可以诠释画风 Visual Identity 一个伟大的画手 不需要拿出你的名片 只要看画风就知道这是谁画的 属于哪个作品 如果我们横向画一个坐标 坐标最左边是完全写实的 比如村长的照片 最右边是完全不写实的 比如大家经常用来证明自己是个渣的 我只会画火柴棍人 中的火柴棍人 What did they do wrong? 平常大家说的写实素描 概念插画 DC Marvel漫画 后宫日版 Q版漫画 美国卡通 卡通设计 Ghost in Shell Frozen 非人哉 Fairy 抖抖村都不过是这条座标上的区间而已 而且区间之间也是可以交汇的 没有哪个画风比哪个画风更高级的说法 基础不好 哪个画风都能画出垃圾作品 提高绘画基础以后 任何画风都能受益 那么具体什么决定画风呢? 线条 线条的粗细 深浅 形态 有无 上色和光影 上色和光影的写实程度 比如用纯色 还是2D动画式的简化光影 还是通透的水彩 还是厚实的油画 上色用什么笔刷和笔触 有些画手会用到某些独特的笔刷 让你连一整份画都不用看完 光看到笔刷笔触就知道是它的画 关于笔刷笔触之后的 创造自己专属笔刷中 我们有详述 So stay tuned 面容 脸型 眼睛 鼻子 嘴 脸颊 头发 每一项都可以有独特的画法 我们之前的用任何风格画眼睛里面 那种分开解析 然后各种部分赋予风格的方法 就是给那些想要寻找自己画风的画手 一个简易的入口 链接在简介中 比例 你的人物是像戳屁股漫画一样的九头身 还是叮当猫一样的二头身 除了人物 其他物体也都可以靠比例的变化 来产生独特的风格 几何造型 你的角色和图案是用哪些几何造型组合出来的 是圆的 还是方的 还是电吹风的 我们马上来实战一下吧 这是South Park的死胖子 Eric Cartman 我们试着用京都日曼的风格 Eric Cartman 用Simpson的风格 用Stugio Ghibli的风格 用麻洪风格 用豆豆村风格 用国家标准卡通级项目风格 画风是艺术 也是数学 你破解了上面这些双数以后 也能像村长一样 模拟出任何画风来 那初学者应该用哪种画风呢 画风和武术流派一样 只有喜欢看葫芦娃大战变形金刚的那些小孩子们 才会认为哪种武术比哪种武术强 其实没有更强的武术 只有更强的习武者 所以并不是左边的风格就比右边的高端 写实素描也可以烂到兔 火柴棍人也可以设计感爆工 所以很多萌新孩子们有这种误区 我是林基祖 是不是一开始只能先从Q版画集 村长的日常工作正是Q版漫画和卡通设计 而且可以说是给国内外500强企业 做卡通设计做的最多最好的公司之一了 大家在微信上使用的很多知名表情 实际制作方很可能有村长团队的身影 孙代一提 你们谁公司要设计优秀的卡通形象 或者高质量的微信表情 请联系我们 村长闭嘴别打电视广告了 我们又要被平台下架了 强大独特的画风 是常年学习别人的经验 加上自己思考总结 主动去探索出的结晶 没法控制的乱画 不叫独特的画风 只是画的烂而已 和故意画的像电吹风一样畸形是不同的 初学者可以从林某任何喜欢的画风开始 但是到了四段五段以后 就要慢慢去探索有特色的风格了 我应该当个多风格的画手 还是单一风格的画手呢 像村长这种多风格的画手 更容易找到工作 但容易做啥都很狗屎 单一风格更容易做到顶尖 就像50年 只修炼怎么把生鱼片放在米饭上的 米其林三星寿司之神一样 六段以上的画手 一般都不是什么全能型的选手 只有一两种画风 笔刷可能万年都只用那么几个 更是像松鼠一样 只要苟且能用 那是绝对不会换的 哪种画风的画手最赚钱 经常会听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这种示威模式 是做任何技能型行业最危险的 问这个问题就像报专业问什么热门一样 到你毕业的时候 很可能会发现 这种工作的市场早已经饱和了 如果你只是为了凑热门才画 你永远会是个被牵着鼻子走的画画工人 比如前几年大热的韩国时尚实量风格 现在还有几个人喜欢 几家公司需要呢 远凭画MG也是这几年开始流行 但十几年以后再回头看看呢 Miphy的作者 荷兰画家Dick Brunner 60多年都是这个鬼风格 但却被人叫做大师 还能建个专门的博物馆 现在全世界真正能创造 特别独特 属于自己的画风的画手 的确不多 我们看看现在亚洲漫画 铺天盖地的日漫风 美国清一色的探险活宝风 就知道了 村长是个日本历史控 日本是个喜欢定视到极点的国家 就像茶道 剑道中都是充满了荒诞的规矩 喝口茶的首饰都能规定出优越感来 以前画个漫画用记号笔头 还是针管笔 都是一件大事 光点只有严格的编号和使用规范 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如果你还是一头热情 扎进后宫翻风格里无法自拔 你很可能已经是个 被日本制度洗脑的受害者了 村长知道每次提出这个观点 都会被痛满 哦 哦 你不能说我这个 某个完全和其他日漫一模一样的作品 对不起 我能看出区别的 这个up主的观点太极端了 我已经点个举报了 但请仔细想想 跳出这个谁都有过的一头热的年龄 20年以后 当你再看到这些长得差不多的 新出的2038年的日漫后宫新翻时 你还能保证 自己那个时候能说出谁是谁吗 通用的日漫画风 只对核心粉丝有辨识度 就像村长这种喜欢疯狂撸猫的家伙们 能分辨出相似的猫的细微不同 但对剩余99%的人类 都会被笼统地识别为动漫 如果你花了很多年去模仿 终于能画出标准的京都动画风格了 回头一看 很可能发现自己 只是在别人设计好的阶级系统中的 一直跑滚滚的小小鼠 抄袭别人的画风算盗版吗 这也是提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上场工作在比漫画动画行业盗版更加猖狂的 卡通品牌设计的荒蛮行业 所以版权法律也是一个不得不熟悉的领域 但是画风 目前无法被任何国家的法律界定 模拟别人的画风是不算侵权的 所以画风警察们也不要过于敏感 因为窃取画风只是道义上不好听 但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每个画手一开始 都是从临摸其他画手的风格开始 但是一直过度模仿别人的画风的画手 很难突破五段的水平 六段以上的画手拼的不只是谁画得漂亮 而是谁的风格更特立独行 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 一看就忘不了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能画正常写实油画的 Fablo Bigasso越画越像脑残机型玩的原因 画风就是画手的脸 每个人的脸都是不同的 伪装成别人的风格 和那些把上天和父母赐予的容貌 整形成别人样子的那些 网红脸女孩子们是完全一样的 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工作机会 可能被戳戳屁股能换取一点收益 那又能怎么样呢 看过《低分垃圾片》里 那些整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子们以后 你能记住谁是谁吗 在街上看到她们 相信大部分人也都吓得往后躲 而不会有任何好感吧 任何真正成功的 被历史记住的艺术家 都是在展示真正的自己 人创造的每个人 都是有他自己独特的可爱之处 所以不需要去复制别人 不要为了讨好大众而迷失了自己 试着去寻找那些属于你的 真实的独特的风格 让不喜欢你风格的人走开 那些喜欢你风格的人 自然就会聚集起来 就像我们抖抖村的 每一个可爱的小村民一样 斗鸡 如果你在画画中遇到了问题或困扰 羞涩地回提问问村长 以免错过村长和小伙伴们 每期涂雪制作的好玩又有用的视频 欢迎加入我们微博 微信 bilibili上 有爱的抖抖村 点个关注 分享一发 让更多人在哭笑中 学点有用的设计知识 你们的每一点支持 都是我们抖抖村 继续录集这些 有趣又有用的视频的动力 村民们 下次见 Adios